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很重要 第三个呢 它你可以看出来 它在教育上 在教育上的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它在区隔什么是和认知性规准的时候 它有所谓教育训练灌输 还有洗脑 它的语言分析啊 它就是说 我们教育呢 不应该有其他的成分 我们应该坚持教育的内容 它用英文啊 英文各位应该知道 这个训练是training 灌输是indoctrination 洗脑啊 因为当时共产主义还在 所以有brainwashing 简单的讲啊 就是说从语言分析的一个方法呢 它认为在教育上可以贡献的就是说 它要我们把教育的概念跟其他的概念做区隔 区隔 意思就是说 让所有老师 所有家长知道什么是教育 什么不算教育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教育跟其他概念 做很明确的区隔之后呢 它认为这就是教育分析哲学的什么 贡献 对不对 就是说他能够把它趋劝出来 就像现在我们在界定什么叫贪污 什么叫做这个公私的一个界限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各位去思索 你们现在在参观学校了嘛 大家知道 教育有没有训练的成分 Peters 他用很严格哦 他说只有教育才是合志愿心 他说教育不应该有训练的成分 因为训练最主要的根据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 训练就是那个什么 行为主义嘛 对不对 行为主义用制约 是不是 用制约 再过来 反正更底下是更糟糕的 更底下是更差的 各位要知道 教育跟训练呢 还不会差太远 我们常常说军事训练 或者是军事教育 对不对 那不一样 后来灌输 所谓灌输呢 就是要小孩子啊 没有道理 一定要遵守某一些规范 各位 常常每次都问同学 我们现在那天报纸还有 那天不是有读经吗 什么小小状元是吧 今天在很多的学校有读经 知道吧 所谓那个经是古文经典 也包括佛经 主要是儒家的经典 你们认为如果是读经的话 应该输于哪一边 读经活动啊 是不是 我认为是灌输了 可是每次他们考过背嘛 是不是啊 全部背 我认为是灌输的原因就是说 各位知道 儒家的那个十三斤啊 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才读得懂 对他大学生读得懂 那你想想看 对那个小学生就要去背啊 儒家的那个 不管轮椅也好 大学 轮椅 梦子 基本上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属于灌输的 不过他的理由是说小孩子记忆力很好 然后呢 他先记起来 先记起来 以后长大了就能够体会 不过我个人还是不太同意 我还是不同意读经 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背书了 我从来不背书 背书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到国小去啊 国小恐怕不是只有读经啊 还有什么禁师语啊 什么一大堆的 因为我们去学校参观啊 我不方便干涉 但是我个人呢 不太同意啊 我个人不同意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啊 但是我的底线啊就是说如果小孩子读得很痛苦了 那我就反对了 因为有个小孩子他背了好像 好像在唱歌一样啊 我们很多幼稚园不是在背 唐诗诵词吗 我儿子我记得当然他也背 唐诗诵词啊 可是长大一句也没有 半句也没有啦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教育观点啊 但是我们来回到 皮特斯的观察 皮特斯的观点就是说 所谓合认之性 合自愿性 合自愿性呢 因为他本身啊 皮特斯呢 他本身是属于自由主义 甚至于呢 他还是属于贵格教派 贵格教派 各位没听过 贵格在中间 贵格教派呢 是反战的教派 反战啊 不拿枪了 所以也就是说在那边呢 如果是贵格教派 就可以去当自愿意 我们台湾的自愿意 已经变职了 在杨人他们的自愿意啊 就是说不上战场 不拿枪是因为 你有宗教上的一些理由 或者有个人特殊理由 所以呢 你不愿意去拿枪 所以你才当自愿意 那我们台湾现在自愿意跟这个不一样 贵格教派就是不拿枪 所以当年二次大战呢 他是当卫生兵 他是在后方啊 这个帮忙呢 当那个医疗的 医疗人员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合自愿性啊 基本上是持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非常高的标准 那洗脑 我想各位知道 洗脑那个很残忍的 共产主义里面给人三天三夜不睡觉 然后呢 叫你认罪 我想啊 你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然后又给你苦刑的话 要认什么罪都会认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排列下来 合自愿性教育最高 然后呢 训练比教育还差 灌输呢 当然又比这个更差 那洗脑应该是不人道 应该是不人道 所以也就是说在教育方法上 Peters呢 非常坚持要合乎儿童的自愿性 不过这一点 恐怕大家都会有意见吧 如果今天小孩子没有稍微外在的束缚的话 恐怕没有几个小孩会乖乖坐在那边 是不是 或者我们看这个就好了 当然欧阳老师讲我们都不敢讲灌输 很多长辈讲教育就是要灌输 好像灌大厂一样 但是我们仔细看教育里面有没有灌输呢 还是有 有训练 教育有训练成分嘛 你们啦啦队比赛就是训练啦 不过今天有没有取消 好像有提议要讨论要取消了 他们都好像太累了 还怎么样 记得说司祷啦啦队比赛那个是训练 对不对 大家同一动作 那是训练 而灌输的话是比训练更不合乎儿童的自愿性 因为灌输的话就是一些 不管是道德规范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读经 你要无条件的把它记起来 那个在我认为已经到了灌输的成分 OK 这三个已经详细都举例了 都举例了 所以这三个规准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各位务必要记起来 当然如果是深论题的话 你可以针对刚刚我们所举的例子呢 加以批评 就是说他举的这个整个例子啊 事实上如果从杜威的角度来看一句话 要合乎内在目的 虽然杜威的说法比较不明确 但是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规准呢 反而是更细没有错 但是呢 却有很多的灰色地带 反而呢 更没有办法说清楚 这是各种角度啊 所给的定义 它的优缺点 优缺点 优缺点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